美國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通過延長為中產家庭減稅 但呼籲人士的減稅措施將會終止 有關延長減稅計劃以51票贊成 48票反對的結果 於星期三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這項措施由前總統布殊實施 建任總統奧巴馬將減稅優惠集中針對 每年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下的家庭 有關措施肯定將會在眾議院被否決 星期三較早時共和黨修訂要求延長所有人士的減稅措施 在參議院亦都被否決